一个念佛的人 真正把万元放下了 他心目当中 一切万法全是阿弥陀佛 是真的不是假的 一切法皆是阿弥陀佛 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 无有一法例外 阿弥陀佛好比是黄金 用这些黄金造舍法界 一真庄业 舍法界一真庄业 没有一法不是黄金 那么今天整个宇宙 上自祝福仨土 下至六道仲存 这一切一真庄业 全是自信流出出来 自信是本来佛 他怎么不是佛 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众生 众云 活活 而生起的现象 叫众生 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 包括 清余无情 包括 今天所说的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自然现象 无疑 不是自信流露 那么讲到尽宗 无疑 不是阿弥陀佛 本愿的流露 自信功德的成就 所以 法法解释阿弥陀佛 我们对这些事情 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这是说于 解物 一心 专注在 听经上 听清楚了 听明白了 听多久呢 听了几十年 才明白过来 有没有欺辱 欺辱少分 用部分比 来说了 大概只欺辱 一二分 还有九十七八分 没欺辱 欺辱就得受用 不欺辱 不得受用 但是 能帮助我们修行 让我们 时时刻刻想到 应该放下了 不应该 不应该在 不应该在 分别 不应该在 大妄想 我们对于 这些概念 这是 修行力 好的概念 越来越多 一定要 勉励自己 正干 正干 就能够欺辱 往生 能大幅度 增高品位 不应该